第三 俗家哥哥是植物人 老母亲一直期待其极 恳请老后上慈悲 能指点迷津 这个植物人是顺语 徐叶病 病一共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生理的病 像上风感冒 饮食穿着不小心感染这个疾病 这些疾病医药有效 你一定要找医生 医药有效 第二种就是鬼神覆身 这个病吃药没用处 因为它不是身体上新病 冤鬼 那么这些要调解 就是化解 所以这个金灿佛寺化解会其作用 大多数都多其作用 第三种是义药 你看不是生理的 也不是鬼神覆身的 过去生中造的罪业 很重 带到这一身来 受这个报应 治 比较让麻烦 但是不是不能治 怎么治呢 忏除业障 一定修忏悔法 如果是家里帮助他 全家认真忏悔 会产生奇迹 改过自信 那么家里这一个人 叫全家人都忏悔的时候 他是来度你一家人的 因为什么 你为了他 不能不反省自己过失 认真断卧修认 你们一家人都成就了 他也成就了 那不是这样做法的时候 那个奇迹是不可能发生 这样做的话 就很容易发生 那他就是两个 一个呢 他就走了 等于说他的任务完完了 把一家人都度了 他走了 另外一个呢 他还有寿命说 他的病就好了 就这两种信息 不会再拖累人 凡是有个道理 你明白道理 就知道怎样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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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